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人工智慧AI半导体公司DeepX将开始量产其第一代AI晶片。 该公司已与三星电子代工设计公司J-Unpips签署量产合同,将量产5奈米晶片DXM1。 DeepX近年6月从三星代工业务部门获得了DXM1样品,并对该晶片进行了多次量产验证测试,以验证其效能。 DeepX目前的产品组合,包括专门用于视觉的M1晶片,用于资料中心的AI加速器H1,以及针对IP镜头和无人机的V系列NPU SOC。 DeepX的M1和H1晶片通过三星代工厂的5奈米节点制造,V系列通过28奈米节点制造。 这些产品预计将在批量生产之前进行一次小批量生产。 消息人士称,DeepX已经向100多个客户发送使用三星代工厂生产的这些晶片的工程样品。 该公司还已为美国、大中华区、欧洲和日本的120多家全球公司提供AI半导体和软体开发工具DXN。 其中,目前有20多家公司处于应用开发阶段。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,DEEPX一直在测试与半导体行业所需的各种标准接口和外形尺寸的相容性。 DEEPX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与10家全球企业客户开始量产和开发合作,并于2025年上半年与20多家企业客户开始量产和开发合作。 J-On-Kicks的客户包括开发AI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无晶圆厂公司。 它是韩国领先的设计公司之一,在整个半导体工艺,包括尖端工艺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。 DEEPX利用J-On-Kicks和三星代工厂的5奈米、14奈米和28奈米工艺,用多专案晶圆MPW制造出原形。 然而,到了三奈米阶段,情况就发生了大逆转。 日前,台积电的设计公司合作伙伴ASICLAND已赢得AI晶片初创公司DEEPX的订单。 消息人士称,这家初创公司最近与ASICLAND签署了一项协议,使用台积电的先进节点来制造其具有神经处理单元NPU的SOC,交易价值约100亿韩元。 根据协议,DEEPX将设计一款专门用于大语言模型LLM的NPU,并将其发送给ASICLAND。 ASICLAND将添加接口IP和其他要求,使其成为适合使用台积电节点制造的SOC。 DEEPX的目标是明年在台积电工厂生产出工程样品。 ASICLAND的执行长Joman Lee没有否认这笔交易的存在,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,呈双方签署了保密协议。 该晶片预计将使用台积电的3nm节点制造。 DEEPX的NPUSOC是一种边缘装置半导体,可用于处理类CHAPGPT和其他LLM。 机器人和自助服务终端对边缘AI处理、AI处理工作负载在端点完成的NPU需求正在增加。 除非这些服务使用边缘AI,否则需要向云服务提供商支付额外费用。 因此,用于边缘AI处理的NPU可以为它们节省成本。 与此同时,DEEPX计划在使用台积电进行其最新晶片生产的同时,维持与三星代工厂的关系。 这家初创公司最近获得私募股权Skylake Equity Partners的资金。 该公司由前三星总裁兼前信息通信部长Jean Dayje领导。 Skylake是其第二大股东。 BNW Investment也投资了这家私募股权公司。 该公司执行长是前三星半导体总裁Kim J.Wook。 先进制程被台积电抢弹的同时, 近日,有报道称三星的八层HBM3E产品已通过辉达测试。 对此,三星发表回应称,这与事实相距甚远。 三星的相关人员表示,他们不能证实与他们客户相关的传闻,但这个报道不是真的。 正如他们7月份电话会议上所说的,质量测试还在进行中,在那之后还没有取得更多进展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此前就曾公开表示,辉达需要的HBM数量非常庞大。 目前正在与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光洽谈,他们已经收到这三家公司的产品。 辉达作为HBM厂商的最大金主,三大记忆体晶片厂商自然都在尽全力,从其手中争取订单。 而现在最先进的HBM产品就是HBM3E。 据Model Intelligence预测,从2024年到2029年,HBM市场规模预计将从约25.2亿美元积增至79.5亿美元,预测期内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5.86%。 为抢占这一增量市场,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等厂商正在加速推动HBM的规格迭代。 从2015年HBM技术发表至今,HBM已经从HBM1升级到了HBM3E。 HBM3E作为新一代高频宽记忆体技术,可以提供高达9.6G每秒的扩展数据速率,相比前一代HBM3的6.4G每秒有显著提升。 这一提升使得HBM3E能够提供更高的记忆体频宽,满足高效能运算和人工智慧应用对数据传输速度的需求。 在功耗方面,HBM3E也有显著优化,其功耗可降低30%。 这得益于其先进的电源管理技术,如降低内核电压和IO续号电压等。 HBM3E的容量也得到了提升。 例如,三星电子开发的36G HBM3E 12HD RAM,其效能和容量均比前代产品提升50%以上。 HBM3E凭借其出色的频宽、高容量和低功耗特性,已成为AI训练硬体的首选。 随着AI训练数据级的不断增长,需要支持TB级频宽的加速器来加速训练过程。 HBM3E正式满足这一需求的理想解决方案。 此外,HBM3E还广泛应用于高效能运算、HPC、绘图处理等领域。 虽然三星已经证实其HBM3E产品还没有通过挥达的应用测试,但也侧面表示,三星已经开发出了HBM3E产品。 三星此前表示,计划今年开始量产HBM3E产品。 预计,HBM3E占其总HBM的销售额比例,将从本季度略高于10%,增长到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60%。 今年下半年,HBM的销量将比上半年增长3.5倍,并计划在2025年将记忆体供应量翻一番。 三星记忆体销售和行销负责人TMJ仲表示,三星将为几家客户供货,但未透露客户姓名。 虽然,三星HBM3E产品还没通过挥达的测试,但其前一代产品HBM3目前已经成功通过测试,进入供应阶段。 这也向挥达证明了三星的实力。 另外,就目前三星对其下半年的业绩预测也能看出,三星有自信自己的HBM3E产品能在今年内通过挥达的应用测试,并拿到大订单。 至于三星的订单,有可能拿到多大,还得看其产品质量和价格能不能持平或超过它的韩国同胞SK海力士。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报告显示,2023年,SK海力士以53%的市场份额领先HBM市场,其次是三星电子的38%和美光的9%。 SK海力士近期表示,根据截至今年底的生产能力,目前已经完成了对2025年HBM记忆体产能的分配。 并且,为了满足市场对HBM3E的旺盛需求,SK海力士计划大幅增加E-Beta制程DRAM记忆体产能。 目标到今年年底将E-Beta制程记忆体晶元头片量增至9万片,明年上半年,进一步增加到14万至15万片。 为此,SK海力士计划将其位于京济道立川市的M16记忆体晶元厂,升级至E-Beta制程工艺。 下一代技术方面,SK海力士计划将HBM新产品的供应周期从两年加快至一年,在2025年和2026年完成HBM4D6代和HBM4ED7代的技术开发和量产。 辉达对这位合作伙伴的供应能力也十分满意,此前还宣布将与台积电和SK海力士一起组建三角联盟,共同研究下一代HBM技术。 总体来看,即便三星的HBM3E产品如果在年内平稳通过测试,很有可能获得辉达的订单,但辉达恐怕会将订单的大头留给合作更加密切的老伙计SK海力士。 除非三星能提供更具足价效比的产品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